大家好,我是陆健,Jonathan Lu 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千百分之一顶级房产经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温哥华房产局最新公布的2018年7月份房次销售数据 大温哥华房产局公布的7月份销售数据表明 大温哥华地区的住宅销售量7月份达到了2000年来的最低点 上个月的销售量比10年来的7月平均销售量低了29.3% 房产局主席说 传统上夏季市房地产比较安静的时期 今年尤其如此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提高和更严格的贷款要求 买家和卖家现在都选择暂时观望的态度 2018年7月份独立屋的销售量达到637套 较2017年7月949套下降32.9%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588400 这比2017年7月减少了1.5% 公寓的销售量在2018年7月达到1079套 与2017年7月的1468套相比下降26.5% 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0500 这比2017年7月增加了13.6% 2018年7月的联牌销售量达到354套 并在7月份开始有所下跌 所以建议独立别墅公寓和联牌的卖家 要调整营销策略和价格 在市场和天气转冷之前尽快出手 同时买家也可以利用现在有利的时机 在房源充足的情况下找到地段价格都满意的房源 想了解大温哥华地区各个城市房市信息 请电话604-868-9920 或电邮johnson.ca 最后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